小诺 成功了 成功了是吧 好嘞 好 接下来我们好好地聊聊天 所以是刚刚从咱们湖南卫视 元宵喜乐会的舞台上面下来 累不累 今天表演的曲目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在访问 我们都没有时间去看这个整个的演出 今天的表演的曲目是什么 我们其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开场曲 叫做元宵快乐 是专门为了这个晚会 对 为了晚会 然后写的词 然后歌曲 现场的表演感受如何 热闹 就是我们前面有很多小朋友 看起来就特别的欢喜的感觉 对 小诺其实对于湖南卫视应该不陌生 之前的全员加速中 对吗 在那个节目当中最好玩的点 对你来说是哪个 我觉得每一个点对我来说都是比较新奇的 因为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我平时从来不玩游戏 我连手机游戏都不玩 所以第一次玩真人游戏就是很害怕 但是又特别的刺激 又特别的想去尝试 那个节目累不累 累 累 因为你要一直跑 对 猎人真的跑那么快吗 超快 因为他们腿长 你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缺点 其他的团员 好姐妹们有没有关注他在全员加速当中的表现 有的 我看了 OK 他的节目 他的部分结束以后就把电视关掉了 只看他一个人 小菊第一次很厉害啊 但是他 对啊 但是他留到了最后 所以就看完了 哎 这个说的好 好 两边都照顾到 对不对 姐妹喜欢他 电视台也喜欢他 多好 多聪明美丽的 因为我们小菊好看 对 而且人又可爱 你唱歌又好听 人每个 吃饭吧 吃饭吧 吃饭吃饭 人每个 好 我们知道姐妹们之间优点一定非常多 一定要数落出一个缺点的话是哪一个 彼此互相吐槽 我先说李怡桐吧 请说 黑 不黑 比比 他不算黑吧 完了 你看眼色变满不上 我比你还白 你变的吗 完了你 因为我在海南又晒了一次 所以我变黑了 我在西安还受黄土瓜园上的风沙 是刮了一天 你为什么要说自己的故乡 我也无加 你不算黑 是吗 对啊 你别说他不黑 他会那个 我要出来感谢一下你 OK 你的团员都说你黑是吗 是的 他们都说我是刚过来的 不不不 不是我们说的 是粉丝说的 粉丝说的 OK 他除开他的眼眸比较黑之外 其他的地方 皮肤真的很白的 谢谢 他不行了 他已经开始了 观众朋友们 感受到了吗 这就是来自于一线主持人的认可 对 我不黑 谢谢 不过话说回来 大家经常在舞台上面出现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也许你平常会很白 但是灯光的照射 时间太长的话 对 是真的有可能变黑的 所以你在上妆之前的那种保护措施 一定要做很好 防晒 一定要防晒 大家都有这样的注意 对不对 没有 OK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注意了 你们在上妆之前 会有哪一些特别的照顾对于皮肤 喷点水吧 就是保湿嘛 对啊 主要就是把那个保湿工作做好 就是防晒霜在粉底下面比较好 对 对 先放个音乐泵一会儿 小小肿 然后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这样上妆会比较开心 要上妆跟做斯拉一样是不是 对 上妆比较开心 而且排点水出去啊 就是水分排出去之后 你的脸都会显小一点 怎么了 他每次都水肿 对 我脸比较圆了 是因为睡比较晚 对啊 晚上总是睡不着 想要玩 多玩一会儿 跟谁呢 姐妹们 就这一次来长沙 我们俩住在一块儿 然后每天都两点多 三点多才睡觉 玩什么呢 这是 女孩子之间玩的事啊 玩什么呢 聊天 聊天 然后还会就是 各自刷完微博之后 还会给 分享 对 分享一下现在的形式 流行趋势 流行趋势 我们很关注流行的 我相信你们的粉丝 都特别特别想了解 他们心目当中的偶像 SNQ48 然后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你们会聊些什么 你们会聊到谁 你们关注什么样的新闻 你们关注什么样的八卦 关注小菊的八卦 小菊 感觉我们都是 那种网络上会出现什么 我们就会看什么 然后就会一起聊一聊啊 啥的 这两天大家聊的是什么 这两天 芒果元宵喜乐会 干得漂亮 干得漂亮 小诺 就是你们有没有 互相发红包啊 发 有的 过年的时候 发疯了 不是 这个大方的话 我的话 其实是会给每个人都群发红包的 就是过年的时候 每个人基本都发一个 吉利的数字什么 五块二啊 六块六啊 但是 虽然说看上去 我给每个人要发 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但是万一哪一位 就是 你们哪 会回给你是吧 给我发个五圈 你们收到过一块钱以下的吗 收到过啊 多少 我每次都 0.99 还有那个 就是他会跳的那个红包 对吧 有些红包是别人 就是直接发到你的手上 是多少是多少 但有一些是属于抢 抢 有一种特别过分的 就是有一个人在群里 他比如说 扔666块钱 但是只有一个人能抢到 对 一个群